今天討論是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今天再跟我們 你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生這些病 要花很多錢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 要來告訴你 台灣燒錢疾病排行榜有哪些 三位藝人 又遇過哪些難纏的狀況呢 今天討論是 台灣不僅是醫術進步 就醫方便 台灣的醫界盛產運計劃 綠卡金卡還不倫章 健保卡在手 去年國人平均使用了 接近快16次每個人 健保費相當可觀 到底哪兩大燒錢的疾病是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呢 第一 各位看一下 腎病去年花了483億 洗腎人數創新高 台灣為什麼這麼多人在洗腎 第一名當然是糖尿病 除了糖尿病之外 一些高血壓 腎屍球員 還有我們這些遺傳性的疾病 都佔了這個很大的因素 那也花了很多錢 483億 那台灣你知道洗腎一次 其實我們醫生也在喊冤 為什麼我們在喊冤 其實台灣的洗腎給付是很低的 在國外洗一次腎大概要花八千到一萬二 平均日本歐美等等 在台灣才三千兩百塊 你看我們洗得很廉價 可是我們洗腎的那個死亡率 大概是全世界死亡率是最低的 所以它腎性率當然就高了 因為不容易死亡 那當然這個花掉了那麼多錢 其實我們在講說 以前都覺得說好像腎臟壞掉 是一個年紀很大的一個疾病 事實上不是 我就舉一個案例 有一個四十幾歲的一個年輕的女生 她來的時候 其實她自己都不知道她腎臟有問題 她就是平血 女生平血很正常 然後容易抽筋 然後她為什麼會來看病 是她覺得不大對勁 她肚子越來越大 我們看她 我看她這個一靠近我的時候 我就聞到其實有一股那個尿燒味已經跑出來 我覺得這個還蠻嚴重的 太誇張了吧 她連抽血都還沒抽 她都不知道她腎臟有問題 那我去趕快抽個血 掃個超音波 正常腎臟大小大概十公分 她大概十七公分 那你知道為什麼腎臟會那麼大 她是 這叫多囊腎 她的腎臟就像那個釋迦有沒有 長了一顆一顆的水泡 有沒有 釋迦 然後正常十公分的 她已經到十七公分 那兩個都變大 就把腹腔整個往前頂 所以整個肚子就變大起來 那她的腎功能腎多少 如果滿分是一百分的話 她剩下大概只有十五分左右 已經快要邁入到第五期了 第五期就是我們講的末期腎病變 那當然那個她就很擔心 因為我預期她大概三年之內 有可能就要洗腎 那她當然就到處去 除了她會覺得說她其實看我 她也看了其他榮種 台大的醫師為什麼 因為我們腎臟科醫師都跟他們講說 腎臟是一個過濾器 其實腎臟科的藥都開很少有沒有 因為我們都告訴她說要控制血壓 血糖什麼 血脂肪這一類的 那給的藥物事實上是 我們都叫她要飲食控制 可是病人很難去接受 那就會到處去 去尋求一個另類的療法 甚至花很多錢 會碰過一個大老闆 花了兩百萬 去做一些什麼幹細胞療法 等等這一類的 但到最後都沒有 那這個女生她事實上我 最後她找我了 說她有沒有更積極的方法 那我剛剛講說台灣洗腎 事實上是重大傷病 是病人是不用出錢的 可是他們在還沒有走到洗腎之前 他們花很多錢 譬如我舉例好了 有一個叫活性害的藥 一個月要花一萬三千五 那個是自費 健保沒有給付 那個病人 還有一些銅酸胺基酸 還有一些紅血球生成素 這個如果融融種種加起來一個病人 有時候她要花到將近一個月兩萬塊錢 那她做了很多努力 這個女孩子最後還是走到要洗腎 可是到洗腎之後 她突然整個重擔放下來了 為什麼 因為她不用再去搶救腎臟了 那在台灣洗腎是不用錢的 她本來一個月是要花兩萬塊去搶救她的腎臟 那到最後是不用花錢 她很想說算了 但是所以我們講說 事實上她最後花的是國家的錢 所以國家的錢是花了非常多 我想電視前面觀眾朋友概念上要了解 洗腎因為你一個月 一個禮拜有可能洗三次 三次 她講三千多塊 一個禮拜要九千多 那比較嚴重 對 所以一個病人大概平均大概花 大概一個人大概三四十萬 就是在我們這樣 我們每繳的十塊錢的健保費 大概有一塊錢是花在洗腎那塊 對十塊錢大概一塊 這也就是說四二三八一 四二三八一還包括你要自費的 對不對 那腎臟有什麼樣才叫做要自費 什麼叫做要可以達到 洗腎有洗腎的規定 也不能說我今天還沒有達到洗腎規定 只要腎洗就很 對對對 它有一些像有一些絕對標準值 絕對適應症跟一個相對適應症 譬如說你如果基酸肝的尿毒指數已經到八了 這個就是已經符合 這樣尿毒已經高到一定程度 那如果到六它又符合 它有一些什麼肺水腫啊 高血胛這些也可以 那所以它其實台灣在規定那個洗腎 其實也是一個很嚴格的一個標準 不是說你隨便就可以進入洗腎的 對不是說你要想想洗腎就是 土董國家會有錢 不是還要檢查 對這個要有腎臟專科醫學去判定 然後申請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叫做急性腎衰竭 或慢性腎衰竭 假設有些人 你有沒有聽過有些人洗腎洗的時候 它突然可以停掉不用再洗腎了 那個大部分都是急性的問題 譬如說它上個月腎功能都還好 突然吃減肥藥吃錯了 或是突然腎結石 那種腎功能或是一個敗血症 很容易急速下降 那你暫時休課 我把它洗腎洗一洗之後 它腎功能又慢慢恢復了 它不用固定再去 可是很不幸 台灣九成以上都是慢性腎衰竭 就我講說 今年累月 就二十幾年 比如說糖尿病高血壓 我剛剛講那個多囊腎 這個都很多年很多年之後 腎臟就慢慢萎縮掉了 這類只要開始洗腎 就等於說它已經沒有腎功能了 我們洗腎是一個叫 腎臟替代療法 我用一個人工腎臟去替代你的腎臟 那除非你可以長出另外一顆腎臟 或是找到捐腎的人 所以全世界現在有三種方法 如果你腎臟不見 你會想說有一天 你突然起床 兩顆腎臟被偷走 喂 好像逼你去 這個是 腎臟非常貴的 你們真的要好好保護你們腎臟 腎臟如果被偷走了 其實不會馬上死亡 我們講心臟被偷走 你馬上就死亡 大腦被偷走 第一個就趕快找腎臟科醫師幫你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可以活30年40年都沒問題 第二個就是腹膜透析 就是靠肚子去洗腎 第三個就是腎臟移植 找到有人捐一顆腎臟給你 那如果有任何醫師跟你講 還有第四個方法第五個方法 那個都是假的 請問一下腎臟排斥率高不高 就是說移植成功力高 我們現在講說其實就是組織配對 組織配對其實常常是不合 我們講說一個叫做活體捐腎 一個叫死絲捐腎 那在做之前因為腎臟來源很多 譬如說我們台灣在等換腎的大概 一年大概有六 大概總共大概六千多個 那一年大概換掉也大概兩百多個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是組織配對 越完整的 它存活率會越高 那如果說你今天 我們會有一定的那個順序 包括你的年紀 你的那個 我們講說對社會的貢獻 還有它的內在疾病的那個狀況 如果內在疾病可能會再復發的 或說你有一些B型肝炎 這個分數都會排序比較厚 那所以它當你組織配對OK之後 它會打電話根據那個順序 如果越年輕的 其實越有機會得到換腎 早期我們講第一年死亡率 在美國在早期 他們大概31% 最近降到21% 然後歐美還有英國 我們講說英國那個體系大概是15% 日本大概也12到13% 那台灣事實際上是低於10%的 所以台灣有一個最便宜的費用 然後使出一個最好的品質 我覺得這也是第一名 那腎臟科為什麼這麼糟糕 其實我總是 我最後都歸罪於我們的一些飲食文化 其實我們的飲食文化 真的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我來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小學老師 他本來就是有腎絲球病變 然後有蛋白尿 他一直都有定期在追蹤 那他就後來他準備退休了 那他年輕的時候 他把小孩子教育得很好 都送他們出國 所以都在美國有工作啊 成家立業 所以他想說那我退休 我要去移親這樣 結果他到那邊之後 他開始發現 他開始不舒服 但是這個時候 那時候還沒健保 因為他才剛剛過去 所以那些東西都還在過程 還在申請當中 所以他就開始 就一直忍 他開始那個蛋白尿 越來越明顯了 然後他開始會覺得 很容易倒汗 然後不明原因 就覺得喘 然後不舒服這樣 他一直忍 忍到他孩子 看到他不太對勁 就覺得 媽我一定要送你去醫院 所以就叫了救護車 六百塊美金 兩萬塊 坐到那個急診室 結果到了急診室之後呢 急診室就說 哇你的腎上功能怎麼這麼差啊 你要洗腎了 就緊急這樣洗腎 一萬塊美金 然後一萬塊美金之後 那醫生說 你要住院 因為前面這個 不會那麼快 一下子就洗乾淨 所以通常都要洗幾個療程 他說不行 我沒有辦法負擔這麼多 然後他就說 那他就帶著那個病菸菸的身體 還沒有完全平衡的身體 就回家 那醫生就告訴說 好那你就去洗腎中心 然後就去洗腎中心 就問了那個價錢 哇你一次洗大概是 平均大概是 七百五到一千四百塊美金一次喔 所以他就去 醫院他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Business Office 他可以讓你去談價錢的 對 每一個醫院幾乎都有這個東西 就看你的經濟狀況能力 有分期付款或什麼之類的 對 對 贊助你一個月 試看你的成績 贊助一個月 試看你的成績要洗多少次 後來他就談送了 就是說 本來是一千四嘛 他那個比較貴的醫院 所以就變一千塊一次 所以他就再洗了兩三次 他覺得這樣不行 因為這樣洗下來 壓力太大了吧 壓力太大了吧 我去上網查 600多塊美金 就有台北美國來回機票 他決定帶著他的萬用卡 健保卡回到台灣 他有健保卡 對 他有健保卡 就回到台灣 就搭了那個 680塊美金的那個機票 回來台灣 那回來台灣之後呢 他直接從那個下飛機 直接來到急診室 結果來到急診室之後 我就大概知道他的狀況 那就是還要繼續洗 應該是沒有洗乾淨 所以我就趕快幫他處理 可是那天很忙啊 然後他就一整個態度 就很 不知道 他好像覺得他到美國 度了精 整個態度就是 覺得我們要 我們要自動升華成VIP 這樣子 就是他跟我們講話 就覺得我們對他態度不夠好 我在美國是怎麼樣 你們怎麼這樣 我在美國是這樣 我們怎麼這樣 然後還後來直接用英文 跟我的護理師講話 態度很惡劣這樣子 後來我覺得不行 這樣真的不行 我說 請你回去 你覺得很好的地方 結果其實他應該是很委屈 然後也覺得 他居然還要為了 沒有辦法負擔那個醫療費 然後回來台灣 然後回到台灣的健保的懷抱 他的心態沒有調適過來 他把那些情緒 放在我們醫護人員身上 結果他就大哭 我說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子下來洗身 結果他緊急洗完了 還祝願 全部都是健保 對 然後就覺得說 哇你看台灣洗腎不用花錢 然後就開派對 不只喔 不只喔 你知道他去那個 美國緊急洗腎 然後那個收據回來 台灣還可以退費 而不是退他美國 全部的那些費用 而是我們洗一次 不是給付大概三千多塊 我們大概可以退到 大概兩千多塊錢 所以台灣 我們還 對所以台灣的健保 好到這樣程度 我爸爸也是洗腎洗八年 因為我爸高血壓 長期時間高血壓 那可能在香港的時候 也沒有家人都顧到爸爸的飲食 有一次他是因為感冒 只是重感冒而已 就去醫院 突然間就開病危通知了 我們全部都嚇死了 後來發現我爸爸腎已經不行了 然後直接送回台灣來 醫生就判定說你要開始洗腎 所以一次就是一個禮拜洗三天 一三五就去洗 大部分都是這樣 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那個時候 他整個飲食開始要大調整 我爸爸是超級不習慣的 所以因為他說每次洗就很燥 它裡面會很熱 所以他就 他就要偷吃 那我們小孩就要擋住 就冰箱要上鍊子一樣 就是因為他會真的想去吃 因為他裡面很燙 很熱 然後有一些東西就開始都不能吃 那他開始就心情焦躁 要經歷過一段時間 因為你真的要陪伴這些家人 要讓他會 因為對一個人 一個禮拜要洗三天盛 等於是說實在好像被判洗 而且對他而言 他是一個成功的生意的商人 他就覺得他自己廢掉了 所以我爸爸是經歷了 大概一段時間之後 家人的陪伴跟安慰 慢慢才能夠接受說 我現在跟這個病要成為朋友 他就自動禮拜一三五去 因為我覺得心態真的很重要 就是照顧爸爸去 家人就要不厭其煩的一三五 要去接爸爸 但是我發覺連照顧洗腎病人 不只是心態問題是 你本身連這個護理都要學洗 因為他們那個洗完腎之後 他那個都要 他那是兩條 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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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的樓管你不只是你每一次 因為一三五洗 洗大概半年之後 他那個樓管開始會變形 血管瘤 血管瘤會變形 一直插嗎 對 他一直插 對你要一直插 然後有時候插不 一直插 插不到血管 他要按好多針 然後呢你每次幫他 我爸爸他 把那個管子拿出來之後 我們不是要幫他按壓嗎 要放那個布 強力的繃帶去按壓 然後每次覺得 應該差不多了 然後呢 看看看看覺得說 15分鐘20分鐘 應該差不多了吧 拿掉 然後覺得一看 沒事 結果爸爸 血用噴的 你會嚇死 他一個咳嗽 壓力過大 一個咳嗽 血用噴的 大家趕快去按 噴得亂七八糟的 其實你知道那個 一年要打幾針嗎 我們一個 一次不打兩針 一年 一個禮拜打六針 對 那一年五十二都全年無休 52 乘以六 要打三百一十二針 這個還是你遇到一個 百分之百神準的護理人員 他通常會在家打不準的那幾針 那一個血管一年打三百多針 那打的是那種很小號的點滴 那種二十二 不是 他是最初的捐血那種十六號 十七號的針 然後他打進去了 因為你要洗腎 是一個動靜脈柔管 他是一個動脈 動脈的壓力是非常強的 所以你止血的確要止很久 很多時候 我之前前幾天就有一個病人 他回去了 他自己是躺尿病 因為眼睛看不清楚嘛 然後他自己一個人住 他太太跟他分居住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他打電話來跟我求救 他說什麼 因為他滴滴答他 他眼睛幾乎快全盲了 看不清楚 他不知道 然後一直滴滴到 他覺得開始怪怪的 趕快打電話來求生 他姑姑大概 流了五百CC的血 這是真的要注意 因為我們那次噴血在醫院 還好在醫院 我爸爸在咳嗽 可是有時候在家裡面的時候 你就要把繃帶拿掉 他可能一開始沒事 後來他可能是翻個車 他在睡覺 他咳的時候 他自己不知道流血 你去房間一看 整個床上都是血 那個是會出人命的 那個會嚇死的 所以你要顧好 就在旁邊一直顧好 而且平常要熱敷 到一段時間要熱敷他的血管 讓他那個血管慢慢 那個樓管他的流 不要那麼腫 讓護士比較好打 然後後來我們自己小孩子也很擔心說 自己會不會腎臟有問題 所以醫生這個腎臟會有遺傳嗎 在某一些疾病的確是會有遺傳 我們剛剛講說第一個是糖尿病 如果說您父親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話 沒有 第二個叫高血壓 那如果是高血壓 其實高血壓也有家族的遺傳史 那第三名那個叫做蛋白尿 蛋白尿其實大部分 全家族在洗腎很多都是蛋白尿 那腎結石這個東西應該沒有遺傳 腎結石也有某一些遺傳的痕跡 那所以有腎結石體質的 很容易會重複的發作 不是不是沒有沒有沒有 我剛剛已經上過了 我是真的有得過腎結石 而且我那次是因為佩甄的老公救了 那次是我就發覺說 尿血尿 然後我一看尿血尿 我說天啊我怎麼會尿血尿 那第一個其實你想到腎結石 應該是有那個石頭跑出來 可能自己刮到 刮到什麼血管 後來就覺得 也沒有任何的痛感 那你還是運氣好啊 流出來了 對 但是我沒有任何的疼痛感覺 那個腎臟病不會疼痛 沒有痛就是運氣不好的 對 但是我有一次疼痛 我有一次疼痛到 就是突然間腎臟痛到 那個的疼痛 我如果說1到10級的疼痛 我覺得它比生育的疼痛還很可怕 比生小孩子還可怕 因為你痛到就是你不要碰我 你連風吹我一下 我可能就 痛到爆炸 然後醫生叫計程車送我到醫院去 結果我連下計程車都沒有 沒有辦法下 一打開門那個司機看我 已經透到臉色發白 他一補我一下車 很奇怪喔 門一關 好了 瞬間好了 瞬間不痛了 然後呢 一去看 又尿血尿 就尿出來 後來那一次呢 我是因為尿血尿再去檢查 就去看 剛好是佩甄的先生做做 幫我在那邊超音波少 他說 天啊 你這趕快去開刀吧 因為我整個左腎腫起來 我的腎結石呢 已經堵塞到 他的尿液沒有辦法往下了 水腫了 那那個水腫呢 你如果不去醫治的話 最後他的那個臂啊 腎臟他能夠 那個熔亂的空間會越來越小 那他就趕快叫我去 我去做那個內視鏡手術 就打一個洞 進去把那個腎 從後面打 從後面打 本來是想要做震波 就震波震一震這一震 越震越痛 震到我不行 然後也不會碎 因為它太大一塊一點多公分 好大喔 後來呢 是進去內視鏡之後 打碎 然後一個一個慢慢夾 夾 夾出來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那個手術不是小手術 那個手術是有危險性的 但醫生跟我講的時候講說 很簡單 對 我問別人講說 那個很危險 因為它最後沒有抽乾淨 或是什麼東西 還要再一次嗎 不是 是會有危險的 是有危險的 是我們 我們是說微創 所以一樣我們講是 因為我們腎臟會被穿刺 對 那腎臟就是過濾血液的東西 所以腎臟一定什麼不多 血管最多 所以充滿血管的一個東西 好戳到血管 我們拿一個差不多就是 我的食指這麼粗的一個管子 戳進去 所以管子拔出來的時候呢 有可能那個腎臟 它如果沒有癒合得很好 就會一直流血 它大出血 在裡面有血 所以我那時候觀察了很久 就還會漏水喔 這裡的洞貼了膠部 它會漏水出來 所以比較安全是從 這個尿道管進去比較好 對 但是如果太大的石頭 在腎臟裡面太大了 我們就必須要從後面腎去死 對 我了解 所以你是小顆的結石救了你 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小顆的結石 小顆的結石是 你去坐計程車 一下車就掉出來不痛的那顆 感謝主 那那顆結石呢 一下就排出來 可是真正讓你腎臟受傷 讓你就是差一點這個腎臟受損的 對 是那顆卡在裡面一公分 不痛的那顆 對 所以我們就說會痛的結石很好 因為你痛很厚 你來找醫生 我們趕快處理掉 不痛的結石呢 你卡住了隔半年以後 腎臟壞掉 原來是這樣 我今天才了解 不痛的 腎臟科醫師就一定會知道 如果洗腎的病人突然說 我平常都沒有什麼尿出來 我都在洗腎了 結果現在開始出現 那馬上就會來找我們尿科 因為 那這個如果是初期呢 病人很乖 就跑去跟腎臟科醫師講 在溝通說說 我有血尿 那我來我們這邊一檢查 發現說 膀胱癌 我們可以把這個癌症取掉 或甚至因為他腎臟已經沒有用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刀 把他的腎臟 塑尿管 膀胱全部一起拿掉 那我們就有一個病人很可惜 他是一個 60歲的男性 他死瘋其實有10年了 在50歲多的時候呢 就有過一次 那就來看我們泌尿科 一看就發現是一個 早期的膀胱癌 就幫他刮掉 那當時沒有辦法把膀胱取掉 就是為了要保留機會 將來有這個換腎的機會 你膀胱如果拿走的話 那以後就 換腎也沒有用 就沒有地方接住 接我們的這個換腎的尿 後來呢 他就一直洗腎一直洗腎 腎臟KT師後來就覺得怪怪的 他平血很嚴重 即使打這個紅血球生成的藥物 平血還是都一直起不來 只是去問呢 其實已經 他不想講 他只想要洗腎 他不想要管身體 他覺得洗腎已經很累了 他甚至覺得說 那說不定這個癌症 可以帶他走 他也覺得好 而我們就覺得很不好 來我們這邊一看呢 這次膀胱精做進去 跟上次不一樣 整個膀胱裡面滿滿的 全部都是癌症 沒有看到任何一點點健康的黏膜 那還來得及 要把腎臟 塑尿管反光 全部切掉 也來不及 因為一做電腦段成掃描 發現骨格後腹腔 通通都轉移了 所以這個病人 他本來一個 開刀可以處理的事情 就變成說是 現在只是一個案例子 我覺得他也是心態問題 這樣聽起來 他自己放棄自己的問題 對 也會放棄 那我真的是有一個案例 因為以前我們是 內科醫師的時候 我們要職班的時候 常常就會接到就是急診 趕快有病患要送來 交病房洗腎 那主要常常遇到的案例 就是說像這個患者 他本身是一個 糖尿病通常五年到十年之後 就開始出現所謂的 微量到巨量的蛋白尿 這就是所謂的 糖尿病的腎病變 那經過二十年之後 他大概腎臟功能 就會進展到 所謂雞肝酸大於二以上 那可能就會 會請他去找我們的腎臟科醫師 做未來可能要規劃 之後可能會遇到洗腎的問題 那像這樣的患者 其實糖尿病都可能二十年 三十年了 那可能都因為一個小小的感冒 或者是常常在外面吃到 教練藥 然後造成所謂的腎臟受傷 那造成這個突然的一個 急性的腎臟衰竭 那通常腎臟衰竭分成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 腎臟功能是排水跟排毒 那假設你水分 這個排不出去的話 那你就是身體會水腫起來 那很簡單嘛 你就知道說自己身體 可能腎臟不行了 趕快來找醫生 可是呢 當你是因為排毒的這個系統 壞掉的話 那你可能不曉得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 開始覺得 皮膚會起疹子癢癢的 然後開始慢慢吃不下 甚至到後來你會覺得 這就是所謂的腎臟尿毒 造成腦部的一些病變 這時候才來醫院的時候 發現你的很多的電解質 包括你的尿毒素都已經提高了 那就來醫院的話 醫生就會跟你講說 你就必須要趕快來洗腎 所以常常在這樣子形式下 我們遇到就是 來教練藥趕快來洗腎 那他們自己本身都可能 已經自己洗面有底了 平常腎臟功能 這個糖尿病控制的部分 也不是控制很好 所以才導致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所以 通常我們在糖尿病 看診的過程中 我們都知道 要勸一個患者 從腎臟功能不好到要洗腎 通常要經過 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時間 他才會接受他願意洗腎的事情 牙齒口腔疾病年花 413億 我這邊還是要幫 牙科醫師講一點話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牙齒花掉413億 就是牙醫師都賺很多 那其實 就像剛剛 事實上 牙醫師很賺嗎 讓我洗白一下 其實就像剛剛洪醫師講 因為台灣的健保非常的好 制度很完善 所以其實 很多牙齒的疾病 在國外看成是非常的貴 像我最近遇到一個病患 他特地從美國飛回來 也不是特地 就是剛好看他親戚 他飛回來 順便拔掉4顆字池 因為他在美國問 拔一顆字池250塊美金 不是 因為你知道 我們認識的女生 只要嫁到美國是牙醫都削了 就是 都已經到天堂了 美國牙醫是真的很好賺 對 這樣拔一顆是 250塊美金 然後他如果回去 美國的那個門診 給同一個醫生拆線 30塊美金 所以加起來280塊美金 大概接近 大概八九千塊台幣 那像在台灣其實你就是 付健保費 健保費就可以拔了 對 100塊 沒有醫生會跟你說 這個拔字池 或是綁跟線 媽媽把它綁在上面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 你拔四個字池有100塊嗎 通常我們會頂多一次拔兩顆 就一邊兩顆 對 但是那這樣 你花200塊就可以拔掉 台灣剛剛講的這個數據 牙科的部分 413億 這是健保 還沒有包括自費 像你去做假牙 你去矯正牙齒 全部都是自費 那如果這些東西國家全部都要給付 還好我們有贊助 那其實國家早就倒閉 對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還是要灌注大家正確的觀念 因為像我在門診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外國人 他們來台灣可能教英文或幹嘛 不管 他們來診所都會有一個特別的習慣 就是他們一定會先問 在國外 其實他們從小到大 被養成的生活習慣 就是他 他一定會養成結牙的習慣 用牙線 然後用刷牙習慣去彌補他 他可能先天上基因的不足 因為其實牙齒的疾病 當然跟基因遺傳有一點關聯 因為像有些人他會覺得 我每天都很認真刷 可是我還是會蛀牙 當然基因有影響 但是後天跟基因是沒有辦法分開的 還有習慣 對 所以我特別要講就是像台灣人 很多就是因為他牙齒不好 但其實是因為我們的美食太多 誘惑很多 那主要是衛生習慣也不好 對 而且主要是很多人他會喜歡拖 就是可能小蛀牙 你跟他講他就 他覺得沒什麼 他不痛他其實也不會來治療 那我最近就有遇到一個案例 就是說 他其實原本就是一個小蛀牙 然後你跟他講說 這個可能要補喔 然後他就覺得 我只是來洗牙 我不想補而且也不會痛 他覺得你在糊弄他 隔幾個月後回來他痛了 然後那顆牙齒已經鑄到神經 又拔神經 對 然後你就跟他說這個神經要抽掉 你就跟他講要抽神經 他也不回來了 他反正你開了止痛藥 他不會痛了 他不回來 結果 過幾個月後再回診的時候 他那顆牙齒整個鑄到爛掉 然後上面的尺質完全鑄到不見 那我們怎麼判定一顆牙齒要不要拔掉 基本上就是上面的牙罐 如果他已經完全沒有高度 你連做牙套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他整個鑄到牙肉底下 然後就跟他講說要拔掉 結果他原本其實只要花個健保費 對 做根管治療 就好了 那個牙齒就可以留下來 然後到最後他花了8萬塊 做一顆吃牙 因為我之前上牌牙齒是爆牙 對 然後我這個是因為牙齒的骨骼 是遺傳的 遺傳爸爸 然後我是因為側 你看就是很不整齊 而且還凹進去 然後兩個門牙是在前面 永遠受風力最強 在日本這樣的牙型很紅 對啊 然後我是因為側門牙 就是因為蛀牙的關係 然後就是去整理 然後抽神經 也是因為那一次讓我想要整 因為在之前沒有整的時候 就是我接了一部戲在內地拍 然後我是演一個殺手 然後就是狠狠的殺手 然後全身的軍裝 然後子彈什麼都有 然後殺完人之後 導演說來你過來 千和你過來 我說怎麼 他就叫我去檢查前面看 他就再放一次給我看 他說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殺手 殺完人 然後嘴巴還萌萌的違章 因為我剛才我合不起來 就算我用貼片 把凹進去的側門牙 兩顆補屏 跟前面門牙一樣 但是他還是出去的 你就可以變成 蒙面殺手 蒙面口罩殺手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讓我下定決心 去把它就是整個 就是帶全磁罐的把它 就是做起來 因為醫生本來是說 叫我拔牙 然後做那個 那個就是 矯正器 對 可是問題是 我要接戲拍戲 有一些年代戲 你總不可能露出矯正器來吧 對 所以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跟醫生討論之下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抽掉神經 然後把牙齒磨小 然後做全磁罐 抽掉神經 你這抽掉神經有點快 因為我也做全磁罐 可是因為你已經磨到 因為我 你神經抽掉那個牙齒 還能活得了嗎 醫生是說 這樣子會比較好 不要把牙齒都弄光 所以還是你的牙齒 裡面還是有牙齒 所以裡面根本的裡面是 它只是外面有些是貼片 貼片的話就像女生做指甲一樣 它只貼在外層 但全磁罐它挖了更多 它只是套一個東西 對 但那個我說實在我做了幾年 我已經覺得 那個是我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已經習慣了 現在的牙醫的技術很好 可是很貴 超貴 你知道 而且我是分開做 我前面上面這個牙齒 是只有四顆 今年我做下面七顆 我跟你講我整個命都快修了 我真的快往生 因為七顆是同時做的 我花了一個多月 算是我的牙醫已經很配合我 因為如果照七顆來講 時間一個月是不可能完成的 而且你找到好的意思 你還要算他的時間 對 我跟你講預約時間真的超難 真的很難 現在至少都要約一個月 要嘛就是預約時間很難 要嘛就是那個牙醫 它本身個人不多 沒有 沒有 我都安打 沒有 我都威脅我意思是 我明天有通告 你要快一點 而且我覺得比較痛苦的是 我下面七排因為太多顆 影響到神經 我後來整整一個月 大概吃了快100顆的普拿疼 他們說那叫什麼 三叉神經痛 其實不是真的牙痛 然後我還因為這樣子去挖了 兩三顆其他的健康的牙齒 因為以為是蛀牙 結果不是 去了長根檢查之後 才知道是三叉神經痛 吃了止痛藥也吃了憂鬱症的藥 吃了我整個人像神經病一樣 可是就問你 這樣花多少錢 一顆你看一顆全磁罐就 台灣做什麼的 台灣好像好的 大概一顆全磁罐兩萬多塊 三萬塊 你這個是有折扣的 我是都贊助啦 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小馬哥講到一個 台灣就是 現在牙科技術很進步 其實像他說做七顆全磁罐 一個月內做到 絕對是有可能的 甚至24小時之內就可以做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已經不太 會使用傳統的印模的方式 它是360度掃瞄 它是有點像3D列印的概念 它會用一個像是一個筆的東西 然後那個叫做 就是你那全磁罐不是會修形狀嗎 對 磨好之後我們就進去掃 掃完之後你的影像立體的 就會在電腦上面 我們就把那個牙齒模擬好 然後就直接用切割機切出來 可是我覺得 最快可以六個小時就可以 可是我覺得最會 費時間的不是在做這個 最費時間的是 你必須要把它帶上去 然後要習慣 醫生有一直說 你要先習慣這樣子 你O不OK 這就是一個很浪費時間的地方 我那時候是因為 醫生看完的話 他就說我的口腔很小 可是我的牙都很大顆 所以我那時候有很多狀況是 比如說 牙齒有重疊的 或者是 虎牙往上跑的 然後那時候要矯正的時候 不是就要拔牙嗎 醫生說 基本上矯正上下如果一起的話 要拔四顆 然後是把小舊齒 就上下的小舊齒 拔牙 你才有空間去做調整 然後但那時候我比較幸運的是 因為 因為我上牌拔小舊齒 下牌 剛好有兩顆大舊齒 它是不健康的 然後醫生說 因為我下牌的空間也不夠 所以他就說 那下牌保留小舊齒 把兩個壞掉大舊齒拔掉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多花錢去做假牙 或幹嘛支牙什麼 所以我就省了一大筆 可是那三年戴牙套 光牙套 然後回診 然後 還不加我之後住院一個月 因為傷口感染 天啊 我傷口細菌感染 然後住院了一個月 可是如果不含住院那個月的話 我前天後後也 花了二十幾萬 然後再做矯正 然後矯正其實最重要的是 矯正完之後呢 有那個維持器要帶著 而且你一定要乖乖帶 我那時候真的很乖乖帶喔 但是有一天早上起來 我就把它拔下來 因為要刷牙洗臉 然後我就拔下來之後 我就放在桌上 被貓撥到地上來 我不知道 然後又沒有戴眼鏡 就刷完牙之後 一個回聲 我就聽到 一聲呼聲說完了 我一看 然後我想要再回去醫院找我的醫生 重做我的維持器的時候 我的醫生去國外當義工一年 我這一年都找不到我的醫生 那我就想說 一年也還好吧 一年我再回去找他做那個 還OK啊 反正我已經矯正三年了 結果一年再回去找他 我的牙已經又跑掉 跑掉了 然後我現在最近 就又要回去再帶一隻牙頭 因為我覺得就想要把它弄好 因為都已經做了一次 就醫生說 那你現在要做 就是想要做哪一種 我說 因為我現在工作的關係 我不能再鋼牙 鋼牙是我還沒有出道的事 我說那現在可能是做 大家很常帶那個影視鎂 就那種像牙套透明的套組 他說那個 那個本來就比較貴 那要二十幾萬 然後我就說 好沒關係就是要做 然後結果坐下去之後 我整個心在螃蟹 因為像剛剛醫生講 不是什麼爐內掃描什麼 那都是錢 然後說什麼3D那個掃 醫生剛剛說一支筆 他不是一支筆 他很粗 很像一根什麼 什麼 在你嘴裡一直 都是說 真的 他就把你整個那個牙肉 整個這樣大翻開 然後自己就 真的 因為一定要這樣子 那根本你是去哪一家 真的 沒有他那個機器其實有更新的款式 我跟你講 我 我說應該是上一代的 上一代的口掃機是 像一個一根香蕉這樣 你說的是上一代的 我們現在 新的就真的就是跟一支筆一樣 而且我做的是一支筆一樣的 而且他是幫我把牙齒先撐開 他把牙齒撐開 有一個撐開的氣 然後他就開始掃了 沒有我們那個是入侵式的 他會伸到你的口腔 輕入式的 輕入式的 把你的那個 整個搬開 這樣 然後你的整個這樣 這樣 這樣 然後在那邊做 20分鐘在那邊掃整口 這什麼畫面 但是你還是得花那個錢 還是得做 我跟你講你為什麼不去考慮做全食慣 不是 但是然後就又 因為我牙齒是健康的 我不想要把它磨掉 因為你磨掉 你如果以後住掉會更麻煩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叫 請問一下全食慣做完之後 就是因為全食慣燒不掉 全食慣那航太科技的東西 它就像那個手錶那種全食慣 它是很耐高溫的 我只知道那樣是 以後會有這種東西 但是我做了全食慣之後 我的牙齒本身的原來的牙齒要磨小 這是一種犧牲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幾年下 我發覺 其實很OK啊 我還是偶爾去洗洗牙或幹嘛 就做一些保持 那真的會 像他剛剛講 他很怕傷到原來的牙齒 而這樣子的取捨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就是看病人的狀況 因為像有些case 像雨柔剛剛講 他原本的牙齒可能是 甚至有重疊 那有些病人他會來 他會想說 全食慣比較快 然後用美觀 他會想說直接做全食慣 可是重疊的牙齒沒有辦法做 所以那個也是要看case的狀況 其實我們口腔疾病 除了牙科之外 耳皮OK的常常會遇到 然後最嚴重的就是像 得口腔癌 對 這個就是在我們 我是從中南部的醫院上來的 我們中南部很多病人 很多年輕人都會來看病 然後十個裡面真的 我在那個地方可能 十個男生來 可能有六七個都有吃檳榔 然後六七吃檳榔之後 它第一個 它的檳榔的汁就是一個比較 有腐蝕性 它有自癌性 所以它會讓你的牙齒變得很不好 然後久了之後 過了幾十年 它就會慢慢的轉變 有癌化的現象 所以口腔癌其實在我們男性 是前五大癌症發生的死因之一 對 然後在癌症來說 口腔癌的話其實國外也有 可是我們台灣有 台灣的很特別 因為都會跟病狼有關 然後另外一個 那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它會有多發性 我常常遇到一個病人來 他會說 他嘴巴開始有異味 甚至會痛 有流血 然後嘴巴看到 真的有長一顆口腔癌 這時候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一定要做全身的檢查 從那個消化道檢查 從鼻子的那個做內視鏡 看看他喉嚨有沒有問題 甚至要請那個腸胃科醫師做食道 食道鏡 因為我常常遇到就是 有人有 口腔癌 甚至有 咽喉癌 食道癌 這三個癌症會同時出現 對 這個其實都很多 口腔癌的治療的話 其實是一個蠻複雜的工作 我們通常會先做一個氣切罩口 然後再來就是要把 口腔癌的地方切掉 之後脖子要打開 整個這裡全部都翻開 然後整個那個臉型都會變 對 然後 然後再會請整型外科幫他 修補我們缺損嘛 所以這個工作基本上要 耗費12個小時以上 然後你之後要住家戶病房 然後再來之後要再 在病房裡面休息大概一個月左右 對 這樣才可以出院 這樣子健保花下來 這個可能三五十萬左右 然後你在國外的話 在美國 在日本 你沒有一兩百萬台幣可能跑不出去 跑不掉 對 然後 不要再說像我們口腔癌來說 大部分都跟吃檳榔有關 百分之八十都跟吃檳榔有關 然後九成的人是男性 剩下的一成是什麼 一成是女生 然後他沒有吃檳榔 像我遇到一個四十歲的女生 然後她就是常常 那個牙齒其實很不好 然後她有做假牙 然後做一個假牙 就是那種全活動式的 過了十年左右 然後牙齒就會 骨頭會被吸收 我們其實臉會變 骨頭隨著年紀增長的時候 其實臉會吸收 然後牙齒就會鬆掉 然後牙下牌的舊齒也是長歪了 所以後來他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最近都會一直咬到嘴巴 咬到嘴巴 咬到嘴巴 過了兩個月之後 他的那個破洞 他的嘴巴的潰瘍就開始出血 然後來讓我檢查的時候 發現就是一顆 兩到三分分的腫瘤 然後因為那個做電腦斷成下來 他有吃到骨頭 所以 對 所以就是他必須要把整個臉都翻開來 然後把它整個切下來 對 所以然後女生又很特別在乎外觀 所以後續又是一個很長的心理治療 這樣子 在我的檢重門職前陣子 就來了一個42歲的大肚男 他大概110公斤左右 那你就看說 42歲好像還很年輕 他就跟我說 他平常其實已經有三高 糖壓病等等 然後因為日夜顛倒 每天都熬夜又不喜歡吃菜 然後他在跟我對話的同時 我其實一直聞到一個 很噁心的像噴的一個味道 那其實身為營養師 我們是不能去管他什麼美觀不美觀 但是我仔細看一下他的牙齒 發現他竟然有三分之二的牙都黑黑爛爛的 我就問他說 欸那大哥你這個牙齒你有沒有考慮去處理一下 可能要刷牙或是說什麼 牙周病之類你要去檢查 他就跟我說 欸營養師你不知道我之前也有想要弄啊 我也不是為了美觀啊 但是牙醫師跟我說 弄這樣三分之二口牙質 大概要花130萬 那我就也沒有那個經費 我就想說好像也沒關係嘛 可是我跟他說 欸大哥不行喔 你看你這個牙齒咬下去都會痛 然後不舒服 所以你平常在消化咀嚼跟分泌胃液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所影響 所以造成你肚子也這麼大 飲食消化也消化得不好 又不愛吃菜 所以你才會有這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 那就是這樣良心的規勸他之後 結果沒想到一個禮拜過後 我再聽到他的消息 是他太太打電話給我說 欸營養師我那個老公 他半夜啊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即興了就心肌梗塞 然後就送醫院 然後後來去了解才發現 原來是因為他的牙周細菌沒有處理好 然後直接侵入 其實我們根據研究發現 牙周細菌在兩分鐘之內 就會達到你的心臟半膜去做感染 所以他也剛好是營養不良 整個狀況不好又熬夜 所以半夜就引發急性休克敗血症這些 然後去住院 後來開刀才緊急救回一命 那其實後來我才去了解說 其實他整個心臟狀況也不是很好 就也有裝支架這些 然後我們就很良心的規勸跟他說 其實一般來講 你如果 所以你一定不是 不只是為了美觀 你還是為了你的健康真的是 都有相關聯的 對 這個要多宣導 其實牙齒真的會 會引起你很多不要的疾病 而且很痛苦 我有一個洗腎的病人 他小孩也是腎臟不好 已經快要犧牲了 大學生而已 那先天性的一些疾病 然後他突然住了三科牙 那住了三科牙 他問這 怎麼辦 我常常想說 他三科牙如果一起拔掉 他可能要打抗生素 可能要吃止痛藥 可能一會兒就馬上要洗腎 那我就特別跟那個 他們診所其實都不太敢 收這樣的病人 後來收住院到醫院去 我就跟那邊的醫師講說 這個病人已經要洗腎 要特別小心 結果 住完院 住了一個禮拜 拔完了出來 他的腎功能大幅加散 為什麼 對 我整個人傻眼 我就說我治療他從來沒有 傻眼貓咪 傻眼嗎 傻眼貓咪 傻眼貓咪 我說怎麼這麼厲害 後來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禮拜幾乎 沒什麼吃東西 他我們的尿毒 本來就是我們嘴巴吃進去的 他整個消瘦了下去 那個叫暫時性的改善 但是後來出院 他牙齒好了 又開始吃東西了 三個月又回來了 所以我們想說 我這裡得到一個 我們的一個心得 就是食物的確 我們腎臟是一個過濾器 你吃越多的東西 事實上就產生越多的尿毒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要限蛋白 限磷 限甲 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對啊 我們今天時間 只夠討論這兩樣 這兩樣要燒掉多少 這兩樣燒 900億 900億 差不多900億 不過我想補充 就是我們的健保 我們大家討論 都可以知道這麼好 這麼好用 而且是世界第一的好用 甚至國外很多人討論 就是排名 我們是第一說 如果我現在要去國外去工作的話 我要住在哪裡 台灣是第一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健保 是最大的理由 太方便了 對 可是我們沒有好好珍惜 然後所以我們的健保這樣下來 我們的健康有比其他國家好嗎 沒有耶 對啊 畢竟身體是自己的 不是錢能買得到的 如果錢能買得到健康 大家就買了 不是這樣 平常你又可以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又少花錢 又少造成社會負擔 當然身體自己又健康嘛 對不對 謝謝大家 謝謝 滋然呢 是印度料理及新疆烤肉常用的調味料 其實呢 你知道它竟然有暖胃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的功效喔 根據國外研究奇觀發現 每天補充3公克的滋然粉 你可以加在菜肴裡面 竟然呢 可以有效的幫助身體合成天然的植物固醇 可以有效的幫助降低膽固醇 幫助你的新陳代謝 還可以促進皮脂肪分解喔 現在冬天到囉 如果你想要來一點暖暖的馬鈴薯湯 不妨撒一點好的自然粉 可以幫助你的血液循環 腎臟負責調節人體的水分代謝 台灣洗腎腎型率全球第一 想要預防腎臟病 除了採取低油鹽糖飲食外 攝取優質的植物蛋白比動物性蛋白加 像小黃瓜 花椰菜 還有我們的菠菜 豆類都富含蛋白質 小黃瓜不僅含水量高達90% 小黃瓜還富含有維生素 A、C、K及大量的纖維 有助於促進補水與腎臟健康 小黃瓜還能將人體多餘的尿酸 及其他老肺物質排出 有助於預防腎結石跟痛風等問題 小黃瓜還富含胡皮素 有助於促進力量 對於一些膀胱炎或急性聖人 是有幫助的